我见过一个戴这款帽子的少年穿梭在白云和雪之间 他身后的一对流苏与雪共舞 首先环形起针 第一步编织帽顶的部分 后面锁两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绕线圈编织一个中长针,四针的枣形针 首先勾针绕线,穿过线圈,将线勾出 接着重复操作,一共勾四次线 最后勾针绕线,将线一次性拉出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后面重复编织,一共勾织六个枣形针 每个枣形针后面锁两针 六针结束,收紧线圈,将线一次性拉出 最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锁针空隙处,再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两针 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后面重复编织,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各编织两个枣形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十二个枣形针 第二圈结束,最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锁针空隙处,再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首先锁两针 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接着编织两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后面重复编织 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各编织三个枣形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十八个枣形针 第三圈结束 第三圈结束 第四圈继续将线引拔至锁针 两个锁针的空隙处 接着锁两针作为起立针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后面重复编织 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各编织两个枣形针 这一圈同样增加六针 编织二十四个枣形针 第四圈结束 后面第五圈重复第三圈的花样 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三个枣形针 一共编织三十六个枣形针 接着第六圈继续重复第四圈的花样 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两个枣形针 一共编织四十八个枣形针 第六圈结束 这样完成冒顶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继续编织冒深的部分 第一圈帧数不变 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两个枣形针 第二圈至第九圈重复编织 每一圈各编织四十八个枣形针 第九圈结束 最后断线 这样完成冒深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换线 编织冒延的部分 首先在第一个枣形针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两个短针 在第二个枣形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重复编织 在每一组麦穗花样上 各编织四个短针 环形编织一圈 一共九十六个短针 第一圈结束 最后不需要引拔连接 接着编织第二圈 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勾织九十六个短针 第三圈至第八圈 继续这样往返编织 每一圈各编织九十六个短针 第八圈结束 最后断线 这样完成冒岩的部分 接着再制作一个毛线球 将它固定到冒顶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耳朵的部分 首先锁编起针 然后编织八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背念的里山上 挑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 再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两个中长针 接着再编织两个长针 在第一个锁针上 编织七个长针 七针结束 转到另外一侧 后半部分对应前面的针数 重复编织 第一圈结束 后面锁一针 最后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前面先按顺序编织 编织六个短针 接着在转角的这七个针目上 各编织两个短针 一共14个短针 第十四针结束 另外一侧再按顺序编织六个短针 第二圈结束 后面锁两针 最后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样完成第一个纸片 我们一共需要勾织两个纸片 接下来我们将两个纸片拼接固定 首先在第一圈和第二圈之间的位置重新起线 按顺序在每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引拔针 环形编织一圈即可 耳朵的部分拼接完毕 接着我们在边缘的位置再编织一圈短针 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环形编织一圈 耳朵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它固定到帽颜上 这样完成帽子的主体 最后一步我们来制作麻花绳的部分 由于请不吝点赞 MING PAO CANADA G也检查 Grogan 这一切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麻花便完成之后,我们用蒸汽熨斗将流速烫一下,一边烫一边用梳子进行梳理,这样做出的碎子就会比较蓬松 现在我们这一款保暖帽就完成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